今天的追新闻plus带您追重点新闻 被学界尊称为冠状病毒之父的赖明照 在今天面对镜头的时候 指出这回的病毒传染力 比上一回的SARS还要来得强 加上感染者的部分不一定会有症状 所以可谓是史上最强 而且你恐怕只要跟疑似病例接触三秒钟 你就有被感染的可能 而另外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 难道也出现了饭店 共体时间放无薪假的状况 就是汪小飞跟大S所经营的S Hotel 在今天被员工爆料说开始放无薪假 而大S对此透过经纪人表示说 因为疫情让全球的经济受到冲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也就是我们刚刚跟您说的 另外同样也要大家共体时间 还有中国大陆了 因为他们最近的解放军 还大跳了手与舞 而且在6号的时候 透过官媒央广军事来发布 而这支影片也引发了 网友正反两面的不同评价 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持续下达防疫指令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指令可谓军令如山 怎么说呢 自由亚洲电台用字之众 直接形容这是死命令 好 这个死命令呢 它内容啊 其实是说习近平呢 对湖北下了应收禁松 而且刻不容缓 这样子的一道命令 就是说呢 你只要感染啊 你就一定要被收到这个医院里面 不管是方舱医院也好 或者是火神山雷神山 那在方舱医院人满文化之际呢 现在官方也开始征用了 像是老人院 或者是大学宿舍等等的地方 来隔离病人 而人民日报在昨天的时候呢 就刊载了 习近平呢 的其他命令哦 说是包含你只要是在武汉赢了 湖北就赢了 湖北赢了 全国就赢了 好 听起来很乐观 那刚刚说五点到底是哪五点呢 第一个就是 坚决做到应收尽收 也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说的 习近平他所下达的要点 另外呢 就是说呢 要全力做好救助的工作 第三点 加强社会的社会面管理 第四 加强舆论的引导工作 好 这一点要特别highlight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跟你说 到底他做了些什么工作 最后呢 当然还是一样 加强防疫的工作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第四点呢 因为最近啊 其实很多城市都疯了 影响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因此呢 习近平呢 对于封城之后 这个结果不是很满 因为它十足的影响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所以要求各省 你不能再做得更多了 现在包含像是 封城啊 封路啊 封闭式管理啊 这些尽量不要 那中共的宣传部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也下达了指令 要媒体呢 把报道的重点呢 尽量着重在经济的复苏上面 不要再继续报道 跟疫情有关的好 又要尽量让大家呢 不要聚焦病情 那所以呢 上面有命令 当然下面就是办到好 中共的政法秘书长呢 陈一新 他就说了 他说啊 结果论英雄 他现在呢 好我也不管你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只要没有完成任务呢 他讲了一句话 非常之重 就是动真格 绝不手软 好可以看得出来呢 他们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他们想要操控的 这个控制疫情的方式 使用的力道相当之重 不过除了下命令 鼓舞士气之外呢 最近中国大陆的官方APP导师 推出了一个新的APP 这个东西叫做 密切接触者的测量仪 好 这个测量仪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APP 检查一下自己现在是不是 有被传染的可能 而且呢 他甚至会告诉你说 风险度到底有多高 他甚至会告诉你说 现在你的四周呢 到底有没有确诊 或者是疑似的病例在你身边 这看得起来 看起来真的是凸显了 中国大陆对人民的高度监视 但是同样或许也可以来观察说 这个系统 包含像是过去中国大陆建造的一些天眼系统 这些系统 对于防疫之间的事情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用 不过就像刚刚说的 疫情如果真的慢慢控制住 生活还是要过 所以路透现在也报道了 我们刚刚跟您说的 习近平已经公开提醒 要加强经济的运行调度 暗示要适度的复工 减缓经济的重挫力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